女生研究室 好 终于上礼拜的最后一个实验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什么实验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不知道这什么实验 那叫什么 这些叫做什么?很有名的啊 五颗 五颗定律嘛 五颗定律的实验 来,我们再简单读题一下 小明做实验呢 这是长度跟长量 长黄的长度 长黄的长度 这是码码的数量 每个码码 每个码码角度是10克 好 放一个码码的时候 放一个码码的时候 长度是15公分 放一个码码的时候 长度是12公分 16.5公分 放两个码码的时候 长度是18公分 放 四个码码的时候 多少 你看 你看 22 22 22 21 21点多 21 2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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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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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公分,對不對? 方法是一個的時候呢?幾公分? 11.5公分 方法是兩個的時候呢?在哪裡? 小公分 欸?我都寫錯了這邊,你告訴我嗎? 沒有 那沒告訴我,我寫錯了 喔,沒關係啦 第一次是15公分 接下來是16.5公分 接下來幾個方法? 4個方法 4個方法幾公分? 21.5公分 兩個方法是18公分 21公分 24公分 從旁邊的一條線 到幾公分 到幾公分 我們都做到6個方法,對不對? 嗯 6個方法 好了,所以請問你們 這個彈簧,我們假裝去做的一個寸 它可以測2個方法幾公分 是多少? 6個方法 6個方法以內可以測對不對? 可以測7個方法 不行,可以測6個方法 所以每個方法10克,所以它最多能測就10克 就是我們這個 比較標準的範圍內 比較合體範圍內 是在實驗的結果之下 這樣是嗎? 看起來蠻新鮮的 好 你準備去我們再講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摩卡利 M1 D的P即的 From D的T很能量 Come 1 m1 1 2 2 2 1 1 2 這個方向的力,可以分成哪兩個力,再合成 來,按一個方向的力 欸,不要做乳比啦,從這裏就好 它是用哪兩個力合成,在X方向跟Y方向的力,是哪兩個力 這個方向的力很重要,我們要選一個力的狀況說,你要描出一個力很重要,我們講要力的大小,力的方向,我現在已經給你方向對不對,所以你要告訴我力的大小 最後點,我們在遠點,是我們的最後點,對不對,所以接下來你要告訴我,我想把這個力分解在X方向跟Y方向,所以它的力的大小是多大 這樣清楚嗎? 可以清楚嗎? 當然會比較小,它到底是多小 可以畫出來嗎?來,繼續,上來救人吧 Bingo Bingo 它怎麼分解? 它怎麼分解,把力這個分解成兩粒 尤其你剛剛小的力量 超一半嗎? 我不知道,你碰碰看 你碰碰看 你碰碰看 來,我們誰知道的 Bingo也不知道 Bingo也不知道 Bingo 大周 Bingo 交給你了 我們就不能隨便畫,那我為什麼先去畫出來一點? 我為什麼是畫長一點?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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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虚的化妆吗? 有种虚的化妆吗? 有种? 虚的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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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简单来讲,我们会在这边 我们会讲说 像样的概念,你不记得 假设你是X方向有 一牛顿的力 Y方向有 两牛顿的力 你的合力在哪里? 加压 而力是不是在这里 对啊 对啊,是XY嘛 它做掉的意思就是一二嘛 三个力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就是三牛顿 所以要用B是定力啊 B是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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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B是定力 B2 C比方 B2 C比方 B2 B4 B5 B4 C比方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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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是差不多 1.2.3.4.4.2.5.2.5.19 0.1平方加2平方 5.1平方加2平方 6.5平方加2平方 1平方加2平方 請問王線的雙方 2平方 那不就是1加2就等於3 這樣清楚嗎 清楚嗎 有清楚嗎 龍姐 讓護衛網站進去 Yes 清楚嗎 不清楚哪邊不清楚要舉手 因為這一個是金屬 哇 腦袋不清楚 哪裡是金屬 腦袋不清楚 所以你用我們處理 可以啊 那個擋頭拿來挑兩身就好 所以這樣子 讓什麼處理了沒有 這是分解嘛 我們先把地分解 所以剛剛 區域這樣畫出來的時候 你很清楚他是在一方向找到一個例 在外方向找到一個例 怎麼找 那隨便找啊 所以他會放一條線 這一條線會跟Y平行 會放一條線跟X平行 這兩條線平行之後 我們會在這邊找到一個點 所以就是我們由這兩個例 合成了等紅色的條例 三個問題 本粒 什麼問題 好了 那我們再畫另外一個例 我想要把這個粒跟這個粒做合成 我怎麼辦 對 紅色的粒跟藍色的粒合成怎麼辦 真討厭 簡單的做法呢 怎麼做 我們再把它分解一下 好 把它分解一下 分解完了 分解完了 分解完之後是不是得到它的分離 跟它的分離 那接下來怎麼處理 剪 剪喔 是加碼 我們講合一個要加在一起 對不對 這個加這個 所以你要看 這個長度加這個長度 就是在合一個 總長好 這條 這個長度加這個長度 但是這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加在一起 這個 減這個 對不對 加碼 必有方向性 所以你正的方向加這個方向 現在就向來震大的 這個震的剪 剪掉這個長度 對不對 嘿 所以你看我們剪過來 所以變成只有這 現在顧面一點點 所以新的合一是什麼 不能直接上面畫一遍嗎 再講一遍 不能直接上面畫一遍嗎 怎麼畫 怎麼畫 兩個粒 彩虎要有很多別的分離 對 沒有錯 F этого 好爽 你意思意思意思 你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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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畫什麼 你想要畫什麼 你想要畫畫漂亮一點 嗯 對 因為這樣畫有點太清楚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這兩條件怎麼決定的高度 我怎麼決定 你怎麼決定 直角 直角 謝謝你 謝謝你 來 直角 直角不行嗎 直角不行嗎 沒有直角 这只要跟着脚一样 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合力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看这个东西 比较特别什么 比较特别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画成一个 隐隐四边形 就用 我在那边画一个 本红色的 线 我们在画一个 蓝色的线 平行 它就是平行四边形 有看出来吗 有看出来吗 所以刚刚我在说 安图画的这两条线怎么画 你说是直角 不对 假设你画的是 这个叫平行四边形 那这个平也就算合理 比较OK的 懂意思吗 这样有看得出来吗 假设我在这 随便画 安图也蛮聪明的 对 安图也蛮聪明的 假设我在空中 我这边的力 请 我这边的力 跟四个力 我想做何的力 怎么做 合起来 合起来 对 来来来 合起来 快点 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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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出外套 假设没有出外套 快 快 来 安图 快点 加油 快 我这回事 来来 来来来 好快 来来来 你告诉我这条线怎么来 这条线怎么来 我来 然后画我来 好 跟他平行 好 那你再画一个 是 Ginny 好 画得很好 这条很明显 OK 接下来 那里 真是在 七型 很明显 来来来 让你看 我们这样看 一下来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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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吧 快快 快快 這個最平凡 所以合一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小人把人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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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合一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對 所以讓換合一 所以基本上 兩個合一 你畫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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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香料的香蕉嘛 香蕉 你們現在也沒學到 但是現在有這個概念沒有嗎 香蕉的香蕉 因為 粒就是一種香蕉 粒就是一種香蕉 或許也有人這樣講 你把這個 平移到這裡來 它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先往 這邊走 你走路 你先往這邊走 走路可以有方向的大小 是不是 我往這邊走十公尺 我是有方向的距離 欸 所以這很像樣 欸 我走了一段距離 在這方向走一段距離之後 我轉彎 往這邊走 再走一段距離 那我問你喔 假設沒有看過我怎麼走的人 他最後直覺看到 欸 希望你怎麼從這邊走到那邊去 那怎麼走 他會說我直接從這邊走到那裡 對不對 欸 欸 所以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相當於說 我這個向量 加上這個向量 等於我這個向量 欸 懂的意思嗎 對 我先往這 對 對 這是我椅子原來的方向 的位景 我先往這邊走 走一段距離之後 我會再往這邊走 我會再走一段距離 欸 你會不會從那邊走到那邊 對 你會覺得如果從那邊走到那邊 你沒有看到我的過程嗎 對 對不對 但是我是不是走了兩個向量 對 不是 不是 跟他們的花的力度一樣 欸 什麼叫花的力度一樣 就是 那種比較常人 你走的其實比較常人 對 你現在講的是說 這幾種叫做 嗯 那我們在學做工 都會考慮到它是不一樣的做 好 但是我們現在是考慮 合起來的結果 那下面 像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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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慮前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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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慮中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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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先 同時間 對這個反差 我如果是一個向上的一根 跟一個向上的一根 你可以感覺到 你會往這個方向移動 對不對 是斜方向移動 對 那你會不會想說 可是我是先向上 先向上 斜力再向左邊施力啊 所以它應該這樣移動還可以 嗯 就這樣吧 你會覺得它這樣移動嗎 對嗎 好 所以假設我們 確實是這兩個力的施力方向 是分開的 我先吃了這個方向的力 它就往這邊走了 我再試給它一個正方向 它確實會這樣移動 沒有錯 嘿 它確實會這樣移動 但是我們如果同時試力的話 它其實是這樣移動 好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的是 同時間發動的事情 香料加起來 考慮時間的因素 考慮時間的因素 所以在 我先往這邊走 再往這邊走 你可以想像這是兩個香料 所以它做法很簡單 就是這兩個香料 將來把這個 粉紅色的香料 將來移到這邊 頭尾相接之後 你再把這邊貼起來 就是合成的結果 這是合成的結果 知道嗎 怎麼了 怎麼了 白零 糾結在一起 表示說 聽不懂 好 那怎麼回事 聽得懂 聽得懂 他們太好了 OK 再注意一下 好 再注意一下 我就喜歡 我就喜歡 你喜歡挑戰的孩子 沒有啦 你不喜歡挑戰嗎 我要練習 練習 練習一種挑戰 這個項鍊 跟 這個項鍊呢 都很一樣 兩個粒 兩個粒的相加 或兩個項鍊的得成 難吃 怎麼會有 要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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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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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還要很久嗎 那你不去下想一下 我真的...我真的... 是不是... 好,是錯了 有沒有誰可以注意這個的 應該是上面滑 剛剛安顧已經廢了安顧 我忘了幫他加點喔 那我再做一次 那我再做一次 上...上面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耶 你要什麼東西 你可以問啊 不知道怎麼做 你沒有,你不要 你沒有,你不要 不是,我不錐了 沒有�的,你啦 你差點可以放出來 那我現在... 不是,我可以幫你fuse 你快一盅 iana 現在換去第一個 差了沒有 對,切個 それ呢 我來把它換換免 testoster 嫌我可以進來 我不知道 不要告訴我 你喜歡什麼 超人的跟我講 很難說 他要多保 跟他要多保 GIN 也快到了啦 等一下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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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嘛 你試 你不要光講 你就試嘛 啊 不好的話會怎麼樣 你不好說 什麼嗎 出球 你不是現在才出球而已 對啊 出球會怎麼樣呢 我跟你講喔 我們最好學會一件事情的方式就是辦錯 如果你越怕辦錯呢 你就越學不會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 你如果不敢辦錯 你就永遠停留在越南的地方了 辦錯是學習最快的方式 最快有好方法 好方法 嗯 你不會全都這樣 不要一直看別的意見 你要下定決心啊 好 這樣好嗎 好 這樣好嗎 我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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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行了 如果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抱歉 你懇完 issue 少品 opportunity 快点啦, эксп丝丝一点 对哦 同志 别吵了 翻lud 放弃了 而� 就放弃了 等一下 你要不要急嘛 你拿好解释一下 好啦 其实呢 我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我就放弃了 我就放弃了 但是我 我知道 这个地方是 立同哪边上哪边 我立同哪边 OK 我就放弃了 好 就解释了 好 立同这边上去嘛 为什么立同下面上去 有感觉吗 有感觉 为什么立同上面上去 因为他没有立直往上去 立直往这边 立直往上面 立直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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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直往上面 立直往上面 立直往上面做 我们就画个平衣 10天一起就可以 或是你就把这个 提过来列解也可以嘛 我先做了这个力 再吃这个方向的力 我就给这个道理 好 一样的道理 OK 这是你的平衣 你就可以加一点 就可以加一点 谢谢你 所以 我加一点 然后你们同意帮我处理的 等到可以换可乐的时候 你一起买可乐 可以喔 刚会老师的买 对对对 我每天自己加100点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这边有个摩擦力的实验 但 呃 做得比较好 做得比较好 我觉得做得比较好 我们要分两种做 怎么样 做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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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了 你有去找过那一位吗 比较好 因为耳朵才是约 有聚 你有去找过吗 没有 你不是说没有找 还是没有带了 要怎么去找 嗯 那怎么去找 我帮你去找 好 先找 那答了 这个实验怎么做呢 我们用一个糖黄症 我们用一个糖黄症 可是我现在这个有点小麻烦 我现在没有人叫糖黄症 这个实验我们礼拜也做好了 但是我们今天先讲解一下我们对磨哈密的观察是什么 这种实验的不是实验的 什么是磨哈密 什么是磨哈密 那就是实验的 实验是实验的 不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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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啦!什麼啦!沒有啊!這裡有啊!什麼啦! 摩擦力喔!好!摩擦力! 我們讓摩擦力已經摩擦了 摩擦力跟石頭有關係,摩擦力跟石頭有關係 我們讓摩擦力跟石頭有關係 好!我們平常使用摩擦力 摩擦力很不錯! 對!基本上是有摩擦力做到什麼事情 你讓榴槟啊! 你用冰!至少也能夠前進! 也是要摩擦力的哦! 你如果沒有摩擦力就沒有辦法前進! 你不敢認得辦法!講到認得辦法想怎樣 你看 丟冰是怎么样 他用冰刀或是用指纹级 他往侧边 他是这只脚要先 这个方向 然后往这边丢的时候 这只脚要这样 这个方向 这个脚这样的是什么意思 是挡住喔 他跟地面产生的磨码力嘛 对不对 挡住之后呢 他告诉磨码力把身体往这边推嘛 然后再往这边推嘛 往这边推的时候一样 这只脚变得有点 是指甲 跟你前前方向跟指甲的方向 这只脚才有顶住的理由 顶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磨码力 是这样 怎么样 那 相反的力还是磨码力啊 相反的力一定是磨码力啊 相反的力就是反作力啊 我们像磨码力的 产生反作力 你看喔 我现在要往这边推 推我这个右脚 我推我右脚的时候呢 我右脚不会动 对不对 地板不会动 现在我是右脚在推地板 所以右脚推地板的时候 地板不会动 对不对 地板会是一个反作力 这个磨码力往这边去移动的 可以想象吗 我去推墙壁 推墙壁不会动 我用力推 我都弹起来了 我弹起来是谁 推我 是谁 这个是周心板牌的力 对 是墙壁推我的力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很累的 对 你说反作力跟磨码力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刚才推墙壁 这不是磨码力 我是在推它的力 这是推力 所有的力量 物体之间的作用力 我去推它 同时间呢 我这个方向的意思是 我这个正方形这个圆形 在这个同一瞬间 圆形呢 会给它同样大条的力 这个反作用力 这是同样大条 同样大条 同样大条 同样的方向 同方向相反 而且是在做一条直线板 那可以说稍微歪一点点 歪一点点 比如说歪一点点 假设我们这个力是 欸 那为什么 力成这个方向 这个是这个方向 这个是这个方向 是不是这个方向 这个时候会出现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这两个之间的磨码力 如果有磨码力 那现在要怎么做 我们先把这个力分成两个方向的力 所以它是这个方向的作用力 跟这个方向的作用力 手段画的懂意思吗 斜方向力 就是分别成两个方向力 这是接触面 我们从接触面 画成一个FY軸 它可以分别成两个力 这时候呢 水平的力呢 会怎么样 会不会产生一个反对力 会 会喔 好 那这个向下 推的力呢 它就产生摩擦力了 好 所以它是靠摩擦力跟它作用 它是靠摩擦力跟它作用 有吗 OK 非常好 它叫我重新讲一遍 我先把白色的力分成两个力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任了一个力都可以分成别的力 我分成两个力 没有问题吧 水平的力 是不是跟我刚刚放水平的力 一样的意思 我直接推它 这叫做推力 推力 推力 推力跟摩擦力 你不一样 不一样 摩擦力是因为 你看喔 像我们这样子 摩擦力很小 所以会滑走 对不对 可是呢 我说摩擦力很大 你看像我 推这个 我是 跟它有摩擦力 对不对 还是很滑 这个时候 我是靠摩擦力往它前进的 我不是推它 推它 是这样子要推它 是要差别吧 对 好 这个叫做推它 对不对 我这样子跟它 我是往那里移动的时候 因为我跟它本身有摩擦力 所以它被我代表了 所以它是靠着我的摩擦力 拖一下它前进 这要差别吗 就是一个是靠 靠近的 我的摩擦力 对它来讲还是一种推力 我的摩擦力 对它来讲推力 可是这力的产生 是靠摩擦的形成的 懂意思吗 推 推是直接一种接触力 类似一个垂直方向的接触力 但是我们在特定的假如 嗯 假如这样子实力是90度 那假如89度 对 89度 就会形成一个 一点点摩擦力 一点点摩擦力 对 就会摩擦力 好 你看喔 所以这边它形成了 第一个垂直方向 这是我们所谓的垂直 因为它是直接碰住的 直接垂直方向是碰住的 跟这个接触力面成垂直方向 另外一个跟接触力面平行的这个力 你如果存在的话 如果存在的话 它就是摩擦力 我为什么特别讲 如果存在的话呢 因为不一定会 对 不一定会存在 为什么 什么情况之下 会不存在 就是没有摩擦力的情况 就是没有摩擦性 它的中间如果非常光滑 事实上连这个水平力出现都不会出现 因为你一出现的时候 它就移动了 它跑掉了 它跟它 假设中间非常光滑 这个力一出现的时候 它们两个就分开了 中间是什么 因为有力的作用它就移动 有力的作用它就移动 所以它就直接滑开了 它就不会去作用它 它没有这个力的反作用力 但是如果有摩擦力的情况是这样呢 这个力就是一种摩擦力 它也会形成一个 反方向的摩擦力 然后你去跟它做平衡 这就是说 这个力的反作用力 它就跟它平衡 所以结论是 它还是会平衡在这边 这个力的大小 跟它一样的 会平衡掉 这种情况就像这样的 看着 我去推它 我这个方向可以推它 我这个方向可以推它 好 这样看不出来吗 我 我拿这两个反擦 你拿反擦 我这个反擦 我这样施插的力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 我实际上是 我推这个反擦 事实上像这个反擦 也是我去往前推嘛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斜方向推这个反擦 哇 好 因为它有摩擦力的关系 所以它跟它是连在一起 它基本上没有分裂 它就比较力 对对对对 你吃的力方向是往旁边 好 我现在比较的是 这个方向的施力 跟这个方向的施力 我这个方向施力 我这个方向施力 在反擦上 是反它这个方向施力 对吧 是这个方向施力 所以它呢 这个方向的力呢 会通常往这里移动 这个方向的力 会通常往这里移动 所以它们的合力 就会变成斜方向的施力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 这两个之间没有摩擦力 你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如果这样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方向施力 它会变成这样的 你有没有办法摩擦这个真实的情况 我现在做 做动作 它变成这样的 懂我意思吗 看得出来吗 就是这个方向施力 我如果是这个方向施力 我如果是这个方向施力 那是球 球没办法 因为现在不可能创造没有摩擦力 因为这个摩擦力 这力都很小 我们很难穿到这个没有摩擦力 好 我们先想象一下 今天这个方向想一下 因为真的在地上 创造没有摩擦力环境 在以前高中我们在做的 也只能抓一围的 那个是飞气 让它摩擦力很小 但是那个费用就还蛮贵的 那是怎么设个很贵 想象一下我如果是他们这样推 他们就是这样嫌弃 没有问题 我如果是斜方向推 如果他们中间有摩擦力 它就往上移动 这也没问题吧 我如果中间没有摩擦力的情况 就是非常光滑 我要往这边推 它变成这样子 它就滑开了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板擦没有往这个移动 因为没有摩擦力 没有摩擦力带着它走 没有摩擦力带着它走 所以基本上光滑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滑开 就直接滑开了 所以它没办法抵抗擦 那不会产生一个反动力 我们基本上在前进的时候 我可以往前进 我往前进的时候 看到这个力 这个动作 是让谁推我前进 地板 地板 可是地板怎么会对我施力 因为我对它施力 对 因为我对它施力 我对它施力 对 我对它施力 是一个摩擦力 我对它施力 是一个摩擦力 因为我的脚强要往前进 可是我跟它施力 我跟它的前进方向是 这个 跟接触面平前的方向 所以靠接触面平前的方向 像我脚上往后推的时候 我脚往后推地板的时候 地板不会动啊 我脚往后推地板 所以我推地板怎么推 所以看我摩擦力推它 嗯 懂意思吗 嗯 假如我现在手 背打着 光滑 我现在跟着它 你可以把它推动 我可以把它推动 我可以把它推动 哎 你刚刚说这个 因为手不是很光滑 手不是很光滑的情况 我跟它摩擦力 我如果跟它 摩擦力不够大 就像这个状况 我手很光滑的情况之下 我手就会滑动 一个是很重 一个是 我这边 没有办法 我这边没有办法 推动它的力 那你要想 好了 今天推动这个出身也很有趣 你想想看 这是一张桌子 好 我现在手 因为它是有接触的 我手跟它有接触 我手跟它有接触 我手往那边施力的时候呢 你们觉得 我是要像它 压大力一点 比较好吃 还是放心 比较好 我刚刚摔上桌子的时候 嗯 爸爸 我可以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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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你等一下可以施展 你等一下可以施展 我如果是 往正推 我没有向下施力 你 我要推它 我要向下压一点 压一点 什么中间值 什么中间值 就是 它是刚好 对 因为你开用一根 就会这样 你一下 所以要爬得一百 对 对 对对 夹根不太论 夹根不太论 所以 它其实是 一个更复杂的情况 是 但是你这个有什么 对 这两支的摩托射区 跟这两支的摩托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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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小的 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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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不是越用力 这边的摩托射区 越大 然后这边也会变大 但是这边变大比较多 对 为什么这边变大比较多 因为变大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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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变大比较多 变大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 这是一个变大比较多 A变大比较多 另外一是变大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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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讲的 C2 C2 我先把它写下来 但是我们可以去 等一下 慢慢试试 变大比较多 你看 我手 跟黑板的摩托射区 我手跟桌子之间摩托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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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一样 你自己可以摸摸看 你跟别东西的摩托射区 你可以感受一下 那到底什么 我没有跟皮膚 跟衣服的摩托射区 跟脸的摩托射区 都不一样 这是西术的关系 是让你真的感受一下 是让桌子之间摩托射区 西术比较糟 为什么 因为它不糟 它比较 这上面有比较光滑 这上面应该是有油漆的 它比较光滑 這上面有些反應比較緊張 可是呢 我沒有去試地板 可是你想一下一下 我比較有辦法形成摩擦椅 那桌子跟地板比較 在相較之下 誰不要硬直的摩擦椅 是我的手跟桌子 還是桌腳跟地板 桌腳跟地板 誰不要硬直的摩擦椅 假如這樣推給其中的話 桌子跟手的摩擦椅比較大 桌子跟地板形成摩擦椅比較小 什麼 地板比較小 地板比較大 所以當我 力量很小的時候呢 我沒有要形成摩擦椅 我說跟力量很小 哪個力量很小 像下壓著力量很小 你自己操作看看 不要只光是聽我講 像下壓著力量很小 為什麼會不會這樣吧 像下壓著力量很小之後 沒辦法形成摩擦椅 所以你就覺得說 還是有一點點摩擦椅 到底桌下面還是更小 可是桌子跟地板增加一個東西 是它地板的重量 你看喔 我手在這個上面移動 假如向下的力量是很關鍵化 我手向下輕輕放著 我手沒有什麼力量 所以摩擦椅上壓 地板本來就有一個摩擦椅 它本來就有一個重量 所以當我向下壓著力量會大大大大大到說 我可以形成足夠大的摩擦力的時候 但是這時候地板跟我的桌腳的摩擦力 把它沒有那麼大 桌子本身很重要對不對 我試一個力 但是我試了兩個力 一個力是向下的力 一個是前進的力 假設前進的力當然到一樣大小的時候 這個地方產生摩擦力跟誰有關 跟這個力跟這個力有關對不對 是不是兩個力都有關 我這個力很小的時候 這個還存在嘛 但是呢 就我這邊的摩擦力來講的話 這個力是跟它有關而已 它跟它到底有沒有關 我先講了有沒有聽得懂 有 我先講了有沒有聽得懂 跟剛剛 大東一樣 大東很短的感覺 剛剛說 有足夠的力 可以再做一次嗎 就是有問題要想要問吧 這邊的摩擦力會跟這個重量 跟我向下設立有關 但我的手跟桌面的摩擦力 指跟誰 手腳 指跟手腳的 指跟手腳的 沒有沒有 我這樣為什麼 就是什麼 我的手跟桌面的摩擦力跟誰有關 哪個力氣 哪個力氣 是向下的力還是這個力 假設這是F1 F2 F1 F2都有 F1跟F2都有 你剛剛是F1 F1 F1 因為它們對方插的時候 它是往下 你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向下的力 可是我 我必須有向下的力 我跟摩擦力講,摩擦力就是有關 摩擦力就是有關 摩擦力跟垂直方向也有關 所以我F1越大之後,我這邊就可以產生幾多大的同大力 F2跟折有關 F1跟前進有關 是不是我這樣就會前進,為什麼會前進? 我如果只有F1會不會前進 那為什麼會前進? 因為有F1,所以你看,假如我直接推他 我去遇上F1的你,就是直接推他 我只要F1會不會前進 因為他會有摩擦力,對不對? 我F1比較大就是摩擦力,我就推得動他 就沒有平衡啊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讓東西移動 好,就立我們平衡,只要立不平衡就有移動 所以我現在,在F2直接推他的情況之下 我直接推他的情況之下 我現在請大眾坐在上面 我可以的力要大一點 我上面站三個,我坐在上面 要吧? 要 因為我在抵抗什麼? 抹擦力 我在抵抗桌子 桌腳跟地面的摩擦力 對不對?摩擦力我們用F M好了 我在抵抗摩擦力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摩擦力到底跟誰有關 跟上面的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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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跟上面的重量有關 那重量是讓他收了一個低性移 你就把重量轉換成低性移 轉換成這個力 所以,假設我上面之中沒有坐三個人 大眾來,你推開 來,快點 你要演戲的 你推他 從這邊推掉 好,這邊就不容易推 那為什麼他問了一個 我請問我們 全身重量在上面 我有全身重量在上面嗎? 有 基本上 像我講那邊的力量 所以我自己部分的力量在上面 但是 假設我全身重量在上面的話 它就更重 所以你對它施力也可以 假設有個力 往下推 也會改變這個摩擦力的大小 所以基本上我們說摩擦力 M 正比誰? 正比 正比 這個符話叫正比 正比 不是在XV嗎? 不是在XV嗎? 不是,XX是這樣子 這個符話叫正比 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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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正比的話 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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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2,2,3 2,3 2,3